左仰佛沙心和诺佛沙心 两者都属为三代的奎诺同类的抗生素 都具有抗菌普广 抗菌作用比较强的特点 两者结构不同 左仰佛沙心是仰佛沙心的左旋体 多用于呼吸道感染和泌尿系感染 诺佛沙心也就是咱们常说的佛派酸 在胃肠道感染中应用比较多 诺佛沙心对格兰氏阴性感菌活性比左仰佛沙心低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抗菌作用比较弱 对链球菌属的抗菌活性更低 对于资源体一元体分子感菌就没有抗菌活性 而左仰佛沙心对格兰氏阴性感菌的抗菌活性比较强 对葡萄球菌 链球菌等格兰氏阳性菌和菌团菌 资源体一元体也有较好的抗菌作用 但是对厌阳菌和长球菌的抗菌作用比较差 特别需要提出警示的是 亏诺同类药物可以增加肌腱炎 肌腱断裂的风险 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使用类固醇类药物和肾脏 心脏肾移植的患者风险会进一步的增加 第二呢就是亏诺同类药物可能会加重重症肌无力患者的肌无力 所以患者如果有重症肌无力的时候 就千万不要使用这两种药物 或者是这一类药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